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以众一方 早晚被他们吞并 但项羽那边肯定不能去了 田衡就答应了历时期的劝说 准备投降柳邦 但韩信得知历时期居然平嘴就说服了田衡 怕他把功劳抢去 另外 韩信此时就有了毛反之心 想把齐国作为自己的封地 于是韩信直接派兵来打田衡 田衡当时就猛了 说好了要投降 怎么刘邦还派兵来打 他就认为历时期肯定骗他了 于是下令捕杀了历时期 田衡根本不是韩信的对手 就带卓人逃跑了 后来在楚国的帮助下 田衡也没打过韩信 田衡也被韩信杀了 田衡就自立为其王 带着五百将士逃到海上一个小岛 刘邦当皇帝后 就派人去劝田衡 让他来朝廷当官 但田衡误杀了历时期 他不敢去见刘邦 怕刘邦杀了他 刘邦派了两批使者 都被田衡拒绝了 刘邦第三次派使者来 田衡感到再不同意 刘邦肯定派兵来打 于是田衡对手下说 刘邦只要他一人 准备 自杀让人把手机带给刘邦 于是田衡就自杀了 两个门客把他的手机去朝见刘邦 刘邦看后大哭 认为田衡是一个忠义之事 下令后葬田衡 两个门客也自杀在田衡墓旁 在海岛上的五百将士听说这时候 一起自尽 这就是被后人尊敬的田衡五百亿事 参考资料 使记更多精彩历史 请关注你腿看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